搶工年杰商机 现在不管是超商还是卖场 都推出了百元福袋 而且不约而同 头奖都要送你车子 我们就来看看 各家推出来的奖品各有哪些 首先看到全家超商 他们推出了85万个福袋 数量是历年来最多的 那头奖是要送出三部 市价超过百万元的宾室车 再来看到的是 莱尔富春节福袋 同样也要送车 是百万价值的BMW 那至于全联 全联的玩法比较特别 是会开放让消费者投票 看你想要什么车 两种给你选了 一个是保时捷 一个是特斯拉 那价值都是超过300万台币的 至于我们再看到百货福袋 百货福袋其实一向 也都是大年初一的一大盛况 可是因为今年有疫情的关系 可能百货业者也怕说 排队会有群聚 所以也改变了游戏规则 现在就包括像是中油百货 圆柏 微风都改采 预购销售 我要买一个福袋 人手一包福袋抢购人潮 在店内大排长龙 超商福袋开卖第一天 人气枪枪棍 民众试手气 其实是我想要那个福袋里面 那种可爱的小东西的 一个惊喜感 所以说想说想试试手气 看可以抽到什么东西 听说今年好像有三台 冰式的样子 所以想说试看看手气 可不可以抽到一台 想拼头这样百万高级轿车 就看幸运之神眷顾谁 还有人忍不住当场拆福袋 看看里头各式各样的饼干饮料 重点是这张福袋内的小红包 有没有百万轿车就看它 抢供过年商机 各大超商推出百元福袋 不止全家寄出最大奖 三台兵试车 吸买器 来而富也能抽BMW OK则是抽钻石项链 还有电商购物金 今年全联还首次让民众 投票决定大奖 保时捷跟特斯拉二选一 抢载过年开卖 像我们的福袋 我们主要是看好中有一些 可能女生比较喜欢的 可爱的授权卡通 或者是一些3C组喜欢的 像是键盘滑鼠等等的 不止牛年福袋 过年超应景 另外还有三款主题福袋 卡通和电影周边 更3C小物 民众抽福袋试手器 一小博大 想用百元换百万轿车 就看谁幸运 三连新闻张文贤 光顺与台报